Dunker 《敦克克大行動》 是由黑暗騎士三部曲《記憶相簿》 《星際效應》 《全面啟動》的現代超級大導演 Christopher Nolan 指導 並由 Tom Hardy, Kenneth Branagh, Celly Morphy, Theon Whitehead 等人主演 這是一部大部分鏡頭 都由 IMAX 攝影機拍攝的戰爭片 不過不同的是 這是一部關於撤退的戰爭片 就是打輸了 我先提醒一下 如果你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勝敗結果不太了解 或者是對敦克爾特這個撤退行動的結果不太清楚 如果你擔心在進電影院看這部電影之前 就知道這個結果的話 你可以先暫停這個影片 因為我可能會講到一些歷史的雷 對,途風國營了 當然這部電影的重點就不在於最後的結果了 而是中間的過程 一週一天一小時 敦克爾特大行動 用了三線的劇情交錯 分別在陸、海、空三個不同的時間軸上 一起往最後我們知道的結果邁進 時間的把戲 依然是諾蘭的拿手菜 這個設計讓觀眾在三個不同的時間感裡面跳動著 把簡單的歷史事件變得有趣 也像是《星際效益》一樣 讓我們看見時間不同的意義 另外一點諾蘭的特色是 他的電影中常常會出現大愛和小愛 大我和小我的矛盾、衝突 像是《星際效益》中的親情的部分 或者是《黑暗騎士》裡面兩個人只能就一個的選擇 全面啟動也有 頂尖對決也有 而看是最後劇情都選擇了大愛、犧牲了小愛 可是你可以發現導演在彰顯的 在強調讓我們感受到的是 那一個被犧牲了、被扼殺的那個小我 所以馬修麥康娜才會哭得那麼慘 在這部電影中則反了過來 這個故事很打動我的就是 在一個沒有希望、極度惡劣的環境裡面 我們依舊可以不斷地看見人性的光輝 他們彷彿都有著更高的目標和人格 而那股使命感正是這部電影最重要的劇情關鍵 我看的是IMAX版本的 我非常記得我上一次進IMAX電影院的時候 印象不怎麼好 我忘記看了是什麼電影了 不過就是感覺沒有什麼必要 好像沒有什麼差 不過敦克爾克大行動的IMAX畫面真的是非常的棒 而且幾乎整部電影都是IMAX的畫面 非常的壯闊亮麗的自然風景 相當震撼的感受 很推 神木魁Noran是真的用飛機在天空上面拍攝的 真的船、真的敦克爾克的港口和海灘 配樂也很重要 Hans Zimmer就不用多說了 老師傅出手就是這麼強 而且這個戰爭片幾乎沒有什麼對白 完全要靠畫面和聲音去講故事 而我覺得這就是這部電影很有種的一個地方 它的對白非常的少 完全要靠這個強大的畫面和聲音 去支撐這個劇本還有演員的表現 而且就靠著這樣子完成了一部精彩的電影 沒有靠什麼花招 沒有什麼驚天秘密或布局 或者是戲劇性的驚人轉折 就是很直白的講了一個從戰場上撤退回家的故事 Tom Hardy真的是演什麼都算 但我不知道這些電影導演對他的嘴巴是有什麼的不滿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 雖然他一直幾乎都坐在飛機的機艙裡面 但是表現還是非常的強細 另外一個只是站在港口看看風景做做反應 講幾句台詞的Kennis Brenner 我也覺得他就是來耍帥的 幾個年輕的演員 包括One Direction的Harris Tyrus 也表現得不錯 而他們基本上只要一直跑一直逃一直游泳 並且維持畫面的可看性就可以 活著 活著回家是這些年輕士兵的唯一目標 雖然看起來很渺小 可是卻是其他幾個角色的重大使命 偉大而艱難的任務 敦克爾克大行動絕對會是一部相當重要的戰爭電影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 從1979的《現代騎士》 1987的《金甲部隊》 1998的《搶救雷人大兵》 再來就是2017年的敦克爾克大行動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這四部絕對就是近年來臨時上最偉大的四部戰爭電影 當然這可能不是一部大家會習慣 而且每個人都會喜歡的電影 但他覺得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商業娛樂片 只要你能試著調整一下觀看的方式 放中你的腦袋去沉浸在這個電影的世界裡面 在看之前需要知道什麼歷史知識嗎 知道會有一些的幫助 不知道也沒有什麼關係 反而地理知識會比較重要 比方說英國和法國之間隔了一道海峽 而他們之間的距離有多遠 大概這樣就夠了 這部電影我會推薦給每天生活好像在戰場上面 而且撤退不了的每一個人 敦克克大行動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以後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請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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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SR 怎麼回答 的 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